系統師、琴老師、會長、各位師兄、師姐、義工 大家好 我是第十八大學的黃茂怡 在2016年他有教學長生學 我不信他接受了 在2018年年中我患病 檢查精神是神我發炎 是自己身體的免疫是痛苦那道活躍 自己打自己形成 食日半年都沒有補煮 醫生就叫我吃一劑一假做重量的藥 在一個月淚固醇 一個月抗癌藥 其實我沒有療癌 抗癌藥是把我的免疫系統減低 這樣來治療 在食日的期間 另一位朋友就去我長生學 在2019年3月我就上課了 上課的第一、二課 我都不知是甚麼 只是當時我這樣覺得 師兄、師姐 第一馬開始月位 第二馬就上課 講見證 我覺得很神奇 很完妙 很誇張 半信半疑 那食日到第五個月了 看醫生檢查的指數都是很高 醫生說我五度 正常的指數是兩度以下的 那他就建議我 食一劑更重的份量 那我跟醫生說 我拒絕了 我說醫生你給我試完這個月 反正我做約一個月的時間 那醫生就完成了 於是在這個月裡面 我就很積極去做了 我當時是有十二日的假期 我三分一的時間呢 就是在調整站和醫院做熱波 三分一的時間是自己調整 直到一個月之後 我又出診了 檢查的指數 哇 真是很誇張 醫生說你很誇張 你一個月的時間 五度一跌 跌到0.5 他說 他說你別回來 不用吃藥了 我當時多開心 我真的很感恩 我又不信 直到會信故意 直到相信 我亦都相信 原來你想那個能量加強呢 是要多年工 多去幫人做義工 那個能量加強得真的很快 因為我自己可以證明到 我用了三分一的時間去自調 當時 我覺得 學長生活是要有感恩心 要有信心 恨心 和愛心 我很感恩 是老師 林老師 林老師 錦音會長 商場生活介紹給我們 如果那個會長 邀請老師和林老師過來香港 我們都是得到這個公務 很困難 幫到很多人 很感恩 我的分享是到這個為止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 謝謝大家